宗教领袖都来听国学了 中央统战部组织全国的佛教界的宗教界的佛教界领袖 应该都是西藏 嘎肃 青海 四缺的藏却佛教的主持方丈 托尔巴 托尔巴是什么 佛教里面的博士都在中央学习 然后学完以后到我们这里来学半个月 每一个班请我给他们讲课 马上又一个班来了 马上又一个班 昨天通知我了 要我准备好课啊 留学长要你继续给他们讲课 现在西藏跟四缺几个大寺庙的方丈主持 请我们去讲 请我去给他讲论语 要把论语一章一章的讲 一句一句的讲 他要我一去他讲一次要讲半个月 并且有一个寺庙啊 现在准备有办一个国学的 也办个国学院 还办一个孤儿学校 到时候我们这个学校开学的时候 我们通知各位 有兴趣的大家 我们多去西藏一个很大很好的寺庙去 学习 帮助他把特殊学校 好不好 好 谢谢 你看家长 全国的家长很多啊 特别我们这一次来了 几位优秀的家长 都来学国学 自己带都学国学 全球华人 你看中小学生来读经典 第一届 我们和香港温主席 台湾 马来西亚 一些我们热血和文化的同志 策划 组织全球华人来读经典 第一届大会在香港 第二届大会 北京八大令长城 看到吗 八大令长城 后面是长城 咋这一个台字啊 要加一两千人啊 你看 扎这个台字就花了一十五万 后面做背景 全球华人来读经典 并且我们在 05年 学校大会上 在八大令长城 发表了 中华文化宣言 号召全球华人 来读经典 第三届在台湾 我们台湾同胞 在孙中沙纪念馆门口 看到吧 这是台湾同胞 发起倡议 要求在孔子大城这一天 作为全球华人读经日 在我们台湾同胞发起来 我们全球华人响应 今年九月二十八 大家记住了 九月二十八 这一天我们发起 全球华人 我们各个在 各自各位老师在各地 同时举行 到时候我们统一世界 好不好 来读经典 最好欢迎大家 来参加我们这个读经典 好不好 这个方案我们正在制定 好不好 第四届在深圳 你看 第五届去年在我们湖南 湖南后面是哪里呢 我们问住很多同志 参加的 月落书月门口 你看 月落书月门口 我们湖南省委 省人大 省政府 省政协 四大家领导 全部出去我们的大会 你看这些小朋友 读得非常好 是吧 读得非常好 我们这里有好几位 我们张亚勤同志 贴近的张老师 张月战 多次参加我们 我们台湾同胞 好多多次参加的 是吧 我们在座的很多 参加我们的历节的大会 今年第六届 第六届我们分了两个 第一个是论坛 经典教育论坛 十年经典教育论坛 在香港已经开完了 3月3号 我们温主席 两位温主席成办 我们在座的很多老师 何拉的李老师 李立浪老师也去参加了 是吧 我们很多同志去香港参加了 知道 第六届 全球宋度大会 我们现在正在筹办 筹办好以后 马上就会通知大家 希望我们大家来参加 第六届宋度大会 现在我们正在筹办 这个地方呢 可能放到西北 现在今年有五个地方 要争取半地六届宋度大会 这个通过宋度 把学生 祝尽学生都经典 祝尽老师 来做好经典教育 来交流经典教育的经验 很有好处 还有得到政府 更加重视我们经典教育 通过这样的活动 你看中央电视台 绝没有讲国学的了 讲经典来了 是吧 好 第三 想大家介绍 全国教育系统 先起经典宋度日 教育系统 经典教育日 98年刚开始 大家知道啊 98年刚开始 只是在家庭读 在小范围读 我们叫 后面就进入明白学校读 现在发展到公办学校 是吧 我们今天来了很多公办学校的 从明白学校都公办学校 我们湖南长沙 我最早的实业小学 是八一路小学 今天我们八一路小学 冯校长也来了 冯校长来了 他们截止十年 一阳 我们八号 要去一阳进的学校去参观 去看一看 印阳那个学校 已经做了十年了 十一年了 十年了 我八一路小学一起 是吧 所以现在公办学校 都在做了 从幼儿园到大学 我们现在推广从幼儿园 我们好多 这一次来了很多幼儿园长 是吧 包括我们贵州的造业长 赵立冰学长 来了很多 赵业长在后面 我们张亚琴 学长 来了很多学长 你看从小学 幼儿园到大学 我们湖南大学的 这一次来了 是吧 我们师范 湖南幼儿园师范 这个高等学校的老师 都来了 是吧 你看 从学生到老师 开始只是学生读 现在老师读 现在我们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第一师范大学 湘南大学 现在从学生到老师 都开始读 是吧 所以这次第三点 向大家介绍 形式 大家了解这个形式 是吧 第一 向大家介绍一下 政策 国家有哪些政策 我们要梳立哪些理念 哪些思想 是吧 哪些思想 所以是我们 讲的第二讲 向大家介绍的 第一个大的内容 你看 第一 国家领导人 论传统文化 国家主席 总书记 军委主席 我们国家第一号人物 你看 03年就提出来 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 优秀全体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 伟大精神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 决定在海外 介一般所控制学院 结果现在已经介绍 401首 现在海外 申请控制学院 向我们申请控制学院 超过1600首 超过1600首 那么 警头总书记多次讲话 后面我会介绍的 要求全国各级领导干部 所有老师 要高度重视祖国全通文化 其中要广泛开展 全通文化经典教育普及活动 听到 普及活动 后面我又决明向大家介绍 温家宝总理你看 我们警头总书记家里 国家主席吴警头都是书乡门地 从校读经书的 温家宝总理 从校读经书的 温家宝总理是四岁半开始读经书 爷爷奶奶教经书 我们张亚琴的老乡 贴近的老乡 爸爸五子妹绝不教经书 知道吗 温家宝总理的爸爸妈妈 姑姑都是教经书的 温家宝四岁半读经书 所以你看 他读出个总理来了 小布什家宝读出两个总统了 是吧 等一下后面我要介绍 我们要把这些 要介绍给我们社会 介绍我们家长 使大家了解我们中华学童文化的魅力 和这些教育的意义 后面我专门讲的 习近平 现在国家副主席 你看 他在09年 中央党校 跟省长省委书记 做报告 他要求 所有干部要读经典 全国所有干部要读经典 你看到吗 领导干部要多读优秀决动文化书记 经常接受优秀决动文化熏陶 看到吗 所以我们在座的好多老师 好多校长 我们有些领导 不知道中央的要求 因为中央不重视 国家好重视 好重视 就是我们下面不动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 中央的精神 国家精神好得不得了 就是难得逛策落实 现在讲 我们中央的好政策 好的精神 过不了黄河 过不了长江 我们湖南一下就过来 我们湖南风一挂进来了 我们有些地方就挂不进去 你看 刘严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就当的领导人了 全中国政治局委员只有25个人 他是其中之一 国务委员 国务委员是什么 国务委员副总理 原来是我的直接领导 最高领导 原来 原来刘严东统治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央统战部部长 中央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 原来他就是我们中央中华文化学院党组书记 你看 这是他给我的批识 也东部长 批个我的 你看 这么评价 后面 特别后面几句 举行中华文化经典送读活动 是学习中华文化 学学中华 红扬中华文化 后面 四个字 创新执举 你看 国家领导人对我这个批识 创新执举 鼓励我 是吧 也向大家介绍国家文件的精神 国家文件 这是 这些文件是什么文件 我们大陆 我们中国 最高会议 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党 我们在大陆共产党执政啊 各民族党派插阵 八个民族党派插阵 共产党执政 这是我们中国的独特的政治制度 为什么 历史经验 这一个党的执政 其他的都能参与执政 这样的中国人太多了 不能弄 弄不得 经过历史经验总结的 那么 国家的文件 十七大报告 也可以说 十七大报告哪个做呢 党代会的代表哪个做报告 总书记 吴京涛在讲 弘扬中华文化 构建中华民族 共同精神教育 看到吗 连句 全面认识祖国全统文化 加强中华全统文化 大教育 你看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 我们举办仪式七期了 经典教育培训班 全统文化经典教师培训班 哪个要我们办的 国家主席要我们办的 哪个要我们办的 哪个要我们来学习 温家坡总理要我们来学习 是吧 国家 你看 中共中央 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 中国的文化怎么发展 国家做了十一五发展纲要 马上十二五纲要出来了 在这里面你看 小学要开书法课 绘画课 绘统工艺课 在语文课中要增加绝通经典 法文诗词的比重 中小学各门学科都要结合学科特点 融入中华绝通文化内容 各门学科 大学要开始中国语文课 加强绝通文化教学研究基地 都是国家最高的文件 你再看看 教育部文件 现在我们很多教育学校都不知道 教育部下的文了 过去他讲教育部没文件 我们费很大的劲了 做教育部工作了 我们教育部 原来我们推广金的教育 最大的阻力就是教育部 他就没下文